在觀塘成業街這座大廈已經空置了幾年 外面貼上樓盤和地產代理的廣告 看起來好像沒有管理 但它又有保安在裡面 其實又不是沒有管理 這座大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先看看Google Maps 2016年的時候 這座大廈仍然正正常常 仍然在運作 Granford 有一個Lobby 有一個餐廳 但到了2019年的Google Maps 已經看到裡面已經沒有運作 餐廳也倒閉了 在2019年的時候 外面已經貼上了這些地產代理廣告 在2020年更加誇張 貼到整個都是這樣 曾經也有試過清一下地產代理廣告 在2024年 也試過清一下 但清完一段時間 又再貼上了 現在看起來都是貼上了這些地產代理廣告 它一直空置了一段時間 這座大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座大廈的名字叫利華科技中心 在競業街69至71號 在2014年 已經獲得城市規劃委員會 批准改裝成為酒店 提供246間酒店房 到了2016年 稍微提升地積比率 以及增加酒店房間 到257間 也獲得城規劃的通過 到了2018年 整棟物業出售了 給本地老牌家族 但這座大廈自從收購後 一直都沒有改建為酒店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城市規劃委員會那邊 過了保地價不成功 不是的 其實在2018年的童年 已經獲得地政總署的 Special Waiver 讓他去製造酒店 其實無論是城規會 以及在地政那邊 都批准了 只差在他自己還沒建 但一直都空置了 在這裏沒有建 最近發生的新聞 可以說回2021年 12月的時候 這座大廈平台起了火 因為旁邊的大廈疑似有人 扔了煙頭在這座大廈上 就是這樣 之後就沒有其他關於這個大廈的新聞 所以 其實這座大廈 看回業權 都是正正常常的 都沒有任何官司 或者任何情況出現 也是隨時可以準備改建為酒店 但可能基於一些商業的原因 最後就沒有改建為酒店 一直都空置了那麼久 在2024年7月 我們實地視察一下利華科技中心 在69至71號競業街 外面已經貼了大量大量的地產代理廣告 看到有些密集恐懼症 主要是貼了一些附近工商店的地產代理廣告 你看到他們的蠻蠻已經發黑了 相對上沒有那麼英俊 我想說他們的保安是有在這裏 請了保安坐在這裏 我想他們應該很空行 平時也沒有人 我們看看他們的停車場 同樣的停車場也是沒有開放的 亦貼了大量的地產代理廣告 現在已經可能成為了 部份地產代理廣告版 很多人都貼了上去 上面的窗戶 有些人破爛了 用木板代替 沒有補回窗戶 其實也有不少窗戶 用木板來替代 2016年在Google Mac 都是正常常的 但是後來沒有打理 就有他的窗戶 我們看看這個大廈 其實本身也很漂亮 在1995年落成的工商業大廈 但後期因為改裝酒店的計劃 亦因為有新買家 各種原因之下一直空置到現在 期待他之後可能會改裝酒店或其他用途 我們現在就記錄一下他空置的情況 今集到這裡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